你問我答 睡睡平安 歡迎收聽 搖寧缸時間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 你問我答 大家知道平時工作以後都會有一些稅務上的一些問題和壓力 那麼很多朋友都想 我退休以後可能就輕鬆了 但是事實上退休以後也會碰到一些以前沒有想像到的一些稅務上的一些問題 有些比較小 有些也不算太小 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位聽眾朋友的問題 就是跟退休以後發生的一些稅務上的有關 他的問題是這樣的 我去年退休了 退休以後 今年報稅的時候 因為我有自己的小生意 所以報進去以後 我的退休工資就是變成了要交很多稅 幾乎所有的大部分要交稅 但是不僅如此 現在社安局來要求我要降低我的退休金 如果我繼續有收入的話 那麼我就不知道這個地方有沒有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兩全其美的呢 確實是魚和熊掌要兼得也是不容易 但是有的地方呢 是可以稍微做一些處理 那我相信你的這個問題呢 第一個就是說你說你的Social Security 那個收入要交稅 那是這樣的 因為你收入高了 有其他收入收入高了的話呢 你的Social Security 會部分或者大部分要交稅 這是肯定的 除非你沒有別的收入 那基本上這個是不會有稅的問題 好 然後呢 你說你自己還有生意 有收入 如果這個樣子的話呢 那麼你這個收入是因為你自己做生意可能給自己發了工資 那麼這個是呢 它就相當於是一個所謂的就工作所得 那個earned income 所以呢 它這個是這樣的 你才在做 那麼就等於說你沒有完整退休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你如果收入高到一定程度的話呢 你的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它會降下來 它會降下來 所以這個也是對的 要避開這個問題呢 除非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自己不做 但是呢 你也說這個捨不得放棄這個生意 那這樣的話呢 就比較難處理 那麼除非呢 你要顧別人幫你做 那你呢 自己呢 就不拿工資 而是因為生意是你開的 所以你可以拿Gividend 你拿Gividend的話呢 就是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投資所得 那麼稅務局就不認為你是under income 就不會降你的Social Security 當然 這樣做以後呢 你的收入還在 所以呢 你的Social Security 的收入要交稅的問題呢 是沒辦法解決的 那我不知道你具體的情況 如果你是一個Solo proprietorship 就是說你報稅是Schedule C 而不是發工資的 那麼這種情況呢 就又不一樣了 那你在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要是雇了人 在報稅的時候 你還要注意一個 你要說明你自己不是material的participate這個事件 你這個是一個投資收入 那麼這種情況下呢 你這個收入稅務局才會認為你是一個投資收入 或者 如果你是一個公司 一個cooperation的話就好辦 你那就自己聽說給發工資 然後呢 顧人提醒你做你自己本來該做的東西 當然因為你自己做可能真的多一點 別人做因為工資沒有那麼高 所以呢 剩餘部分還是你自己的收入 這樣子 當然有的時候 如果你家裡頭有自己的家人 可以打點你的這個生意的話 那麼 中國人叫非水不外流 這個生意的那個全部的那個profit的話呢 就可以還是成為你們家庭的收入 這個呢 很多家庭都會這樣 家庭企業 最後孩子們可以替你做或者是怎麼樣 那都會可以避免一些這些情況 然後呢 好處呢 其實在稅上也蠻多的 如果你要是普通的收入 那麼你就是要交很高的稅 但是 如果你是個cooperation 拿的是那個真正的意義上的dividend的話呢 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dividend有個好處 如果你這個公司是本身就是自己的 也就是你擁有的公司的時間已經超過一年以上 你拿到的dividend的話 你報稅的時候的稅率首先是相當於long term capital gain一樣 你是一個有限的 就是說普通來講就在15% 那麼如果你的收入在25萬以上的時候 才會走到20% 那麼退休以後呢 基本上這個問題不是很大 所以基本上你就15% 不僅如此 假如你的收入不算太高 加在一起 那麼你的稅率如果是在15%或甚至收入以下的話 就不超過15%部分的你的收入呢 你的capital gain或者是long term capital gain或者是qualified dividend呢 不僅不要交15%的稅 而且它的稅率是零 所以呢 你這個拿到的dividend 你可能就根本沒有稅的問題 這個的話呢 就是大好特好的對零來講 往往退休以後用這種處理呢 會得到比較合適的稅上的就是好處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呢 我們今天簡單的討論到這個地方 那麼謝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個禮拜這個時候再見 如果 yönigt道好的 謝謝 拜拜 的意思明是 apologize 一定有夠帮觀看 來的是我們啊 單邊的安放